欢迎收看6月7号的财经Expresso 晚上好 我是嘉炫 新闻开始来看开斋节假期之后的股市情况 中美贸易战战火减弱 加上投资者憧憬 美国领储局可能减息 让股市情势转家 不过的马股市仍沉浸在家节气氛当中 今天整体的焦头略显淡净 马股币时收报在了1649.33点 涨了5.24点 在汇率方面 受惠于油价回稳 让休市两天的马币走势强劲 马股对美元强升至4.1570令吉 对新元也启至3.04120令吉 紧接着有企业Black and White的单元 首先来看林国泰掌管的云顶集团的最新消息 该集团今天发文告宣布 获得美国证件会批准额外 发行800万张美国存托凭证 截至今年3月尾 云顶共有高达1,121万7500股 在ADR进化之下存托于马银行 相等于约0.29%的股权 如今文告也提及 云顶额外4000万股票 或相等于1.04%的股权 可以在此进化之下 进行5股云顶股票 兑换一张存托凭证的场外市场交易 这意味着云顶在美国金融界的可见度被提高了 换个焦点 大马股票交易所公开谴责中国文具 违反五项上市条例 即违反财报 企业监管 外国上市 不听取马交易所指示和违反透露 因此开罚单给该公司的执行主席和执行董事 该公司的执行主席兼首席执行员 关永贤 遭罚款521万9000令吉 而已经于2017年辞职的执行董事 关正智则被罚款15万7500令吉 总罚款的金额高达537万6500令吉 换个焦点 日本金融机构野村证券 最近将马来西亚列为贸易转移的第四大受益者 而财政部长林冠一也指出 因为中美贸易战而出现的贸易及商业转移潮 让大马从中受贿 情况看似乐观 但大华银行经济学家却认为 美中贸易警察关系 自去年4月开始升级以来 东盟区域救赎越南以及印尼的外资流入最为强劲 大马则显得相行见处 而大马的其他区域同侪 包括了越南 印尼以及泰国 已经极其直追 他们的经济优势包括了拥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工 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以及高生产力 轻商的环境 中产阶级扩大推动国内的需求 多元化出口市场 以及税务奖业等等 今晚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